和大家報告一則在上海新聞發表在澎拜 題目是上海萬元的GDP能耗四年來累計下降達到17% 提前一年完成指標 先解釋這是什麼 中國已經在上次巴黎協議中同意說 在2020年之前 中國每100萬的GDP所放出來的碳 會減少17% 比較是2020年 即是在五年之內 中國會將排單減低 但這不是絕對值 這只是說 我們每100萬的生產總值 我們會減少的能源達到這樣的生產總值 這就是所謂萬元GDP的能耗下降 實際上中國答應在2030年之前 中國將會到排單的最高點 以後會繼續下降 因為在經濟總值上升期間 你仍然需要能源 而能源的轉變是要時間 所以就不能夠 適時將再生能源追上去的需要 所以能源會再上升 我們再看看 在2015年的時候 中國的排單已經拉平了 沒有再上升 不過 2016和2017年的排單量 上升了一些 2017年的下半年 跌下來 總的來說 2017年的排單量仍有上升 2018年有少許上升 接著又跌下來 但仍然比較上有上升 2019年去年一樣有上升 但是小了 這幾年的中國排單量 的確是上升 沒有以前那麼快 是有上升 但是 很可能2020年的排單量會減少 因為前面有幾個月 根本沒有什麼活動 但是很難說 其中一個中國的排單量上升 就是因為製造水泥 所以用很多碳 所以這個可能仍然會引致上升 但是現在起碼第一件事 在上海市 這個市本身 每一百萬的生產總值之中 它的能耗下降了17% 比起2020 人們就問 很簡單 你要減低的碳排空 你就把那些 污染大的企業 趕走就可以了 把排碳給了另一個省 給了另一個地方 中國不是這樣做 它是真正正正 加大用再生能源 這是第一 第二 提供那些產能的 用能的效率 增加效率 另外 在其他方面 譬如汽車方面 它現在改了轉做 用電能汽車 電能可以來自 再生能 可以來自 水力發電等等 所以可以減低 它大部分 用電高的企業 並沒有離開到上海 即是笨句話說 上海沒有達到這個方法 靠趕走那些 大排放的工業去 它沒有做到這件事 是真正正正在上海 將能耗減低了 這是一個好事 很希望其他世界各國 都可以用中國的例子 其實要做是做得到的 當然很困難 因為要將能源的結構改變 中國近期也新加建了煤炭的發電廠 但當然新的煤炭的效率會高很多 耗能比以前少 但仍然會增加排炭 因此中國仍然需要大量繼續用再生能源 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是全世界 風力發電最多個國家 全世界太陽能發電最多個國家 但中國繼續經濟發展 能耗會繼續增加 再生能源可不可以追得上 增加所需的能源 我們要拭目以待 目標就是2030年 不會再增加排炭量 從此之後 所有的經濟增長 全部的動力要來自再生能源 當然希望中國做到 因為中國做到世界才有希望 中國做不到的話 這個全球的暖化就會非常嚴重 人類的生存會受到非常重大的要脅 所以中國一定要做到 除了中國做到以後 希望盡快做到 現在上海提示一年 做到好事 希望中國其他城市 和中國整個國家來講 一樣可以按期完成這個指標 祝大家好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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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